第四集 年紀大之後 接著有很多事情要看檢 其中一件很尷尬 就是做這個內規鏡 做內規鏡 好像之前是不是要不吃東西 還要喝點東西 台長 你問對人 我今年的八月頭 就自己做了一次 領教過一次 我就照搶照為 之前那四十八個小時 已經開始要控制自己 有些就要說七十二個小時 就要控制自己飲食 不可以亂吃很大件的東西 到了之前那晚 要提前十幾二十個小時 就不可以再吃東西 只可以喝流質東西 接著就不停地喝射藥 我沒有想過自己這輩子這麼飲得的 是說在那三個小時之內 喝了四星的東西 就是開那堆的射藥 喝到我覺得非常難喝的 其實喝到也不想喝 但是都是射到一塌糊塗 胃的目的就是 令到我可以清潔到我的腸道 然後就做個規鏡 唐賴就沒有什麼事 就沒有照到什麼東西 這樣就當自己一個例行檢查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 我就覺得這套內規鏡技術 其實挺了不起的 因為那個醫生也都手勢好 我當然給那些麻醉 麻醉藥生效 我自己睡了 我自己不知道 醒的時候一個夢都沒有發過 然後就原來醒了 做完了 我也都全身沒有任何感覺 覺得自己哪裏被人了過的那種感覺 很順利完成了 那麼內規鏡這套技術呢 其實就真是絕對依賴到有光纖技術去成熟之後 我們才能夠有這種科技來幫我們看到身體裡面的部份 但是那個內規鏡那條管道呢 都很粗的 不知道台長你自己有沒有做過這些 有沒有見過 但是如果你隨手你自己去在網上找一下那些內規鏡 那當然就開頭有一個camera的東西 問題就是你伸進去你體內的部份 那條蛇仔 那其實你就想像到好像一個 幾粗啊 粗過一雙筷子 差不多的東西 就是你會覺得你看到都不是一個太過份的一個粗幼 就是如果那件事 比如平時我吃的我摸的 都不止這個這樣的尺寸 這個不止這個直徑 那相對來說 我們說這件事擺進身體呢 就是只要我控制到身體 我自己適當的麻醉 那基本上可以不會有很大的傷害 但是這裡要知道 內規鏡做得多大多小才適當呢 那個儀器可以做得多精密呢 我們要考慮幾個方面 首先就是說 我們的內規鏡呢 很多時候就是它自己有一套照明的系統 還有拍攝的系統 因為有光纖的緣故 我們做到它會轉彎都可以 然後外面有個機件控制著它 就是上下左右怎樣轉彎怎樣走 然後通到外面就是一個拍攝的儀器 我在裡面拍到出來的影像是否能夠很清楚地去用眼看 其實就是一個這樣的儀器 它要遵守一些光學的原則 那個限制的 譬如它的直徑 它粗一點 幼一點 其實影響到我們看到那個影像的質素 另外就是說 你本身那個光纖能夠做得多好啊 你用了哪種光源 這些都會令到醫生看得清楚不清楚 那其實 我想打一個比喻就是等於 如果我們要進一條隧道去探險 你會拿一種什麼的電筒來自己去看 是不是 那你裡面那個光學的器件好不好呢 就決定了你在裡面探險有沒有發現 那是不是理解就是如果那條管道是粗一點 那我們看的東西是清楚一點的 應該就是的 因為如果你說粗一點 其實等於你那個手提電話那個攝影機鏡頭 或者甚至乎是你玩開攝影的 你有權可以帶大一點的鏡頭 你可以玩的東西你是多一點的 你可能是比較暗的環境 你能夠更加有效收集到的光線 出來的東西那個影像那個會清晰一點 所以我們是我們想那個鏡頭大一點 但是那個鏡頭又不可以太大的 你粗到一顆香蕉那樣我就沒有人有興趣的 所以有回到一段時間 對於人體來說你不可以做得太大 太細的話你就會犧牲到那個影像的質素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這種內規鏡那種大小 其實都已經是符合到我們現在的光學 對於那個影像的要求 就是起碼如果我有顆食慾 我能否能夠清楚看得到 是很清楚的影像還是一批東西 我能不能夠去 也都是那個光源 我怎麼放進去 怎麼收集呢 這裡就對那個光學的要求是高的 就是你問我就是說 有沒有很複雜的光學原理在這裡呢? 其實我覺得也不算是 不外乎就是說 你給一個光源去照亮那條牆裡面 然後呢 你那條光纖 基本上就是一個可以轉彎的鏡頭 將那些光線收集回去 無論那個光源還是拍攝的位置 都在你體外的 但是你拍的那支東西就伸進去 它就可以由那個光纖 把你要配合進去的光 和你要收集的光 都沿著這條光纖的轉彎出來的 這個就是拜托 幸好有光纖這個原理 那外面 那些器件就在外面 於是其實就是 普通到就是好像我們現在拍攝的那些器件 是不是差很遠的 所以這種技術呢 越來越輕巧了 那也都是 那個對於身體那個侵犯和傷害的風險 也都是現在很成熟的 那個風險降到很低 那如果作為一個被檢查的人 我當然希望那條管道就越有越好 甚至可能我現在吞下去 我已經可以查到 那如果在那個物理學上面 這條線 或者現在這條管道 最幼可以去到多少 那如果你說現存那些來說 你可不可以做到 現存那些內規鏡 你如果幼過一支筆 或者幼過一支筆心 那出來的影像的效果會是怎樣呢 那這個值得憂慮的 那但是具體的數字是怎樣呢 我自己都不是很講得出來 你可以做到很幼很幼 但是可能在那個實際操作上面 你也都未必真的需要太幼 你太幼太尖 有時候你不小心刺穿那些東西 那你不想的 那一般在長度來講 你不需要太幼 那可能就是它可以做到更幼 但是只不過它未必真的需要用到更幼 那就用一個相對一個合理的 可能給一個筷子粗一點的一個直徑 那就可以了 那它的原理 就是我剛才也提到很簡單 就是你放一個光下去 然後你去用那隻管去拍下來 很簡單的一個就是照明 你看到 就是等於你帶一個電筒 進去探險照夜 那個原理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呢 有一個問題了 就是如果你想追求到它更加幼 譬如說接下來我不想 內窺鏡只能看到腸 譬如有些微創手術 是在講耳朵的 那個耳孔一定是窄過那個長度很多 而且很難變形 那現在在講一些耳孔的微創手術 是它需要那個窺鏡的直徑是更幼 幼的 幼到多少不知道 可能都講得不深 圓不深那麼幼 但是這麼幼的時候 有一個問題就是什麼呢 就等於你 如果你去進去一個山洞探險 你不是帶著很厲害的電筒 你帶著很厲害的電筒 你帶著很像MAC light那樣的東西 就是很集中 光源很聚焦很幼的一點的 你會發覺你很難去看得很清楚 你看得清不清楚 就是很似乎幾個因素的 你拿著那支電 你打那個光 是不是可以很周圍去幫你發散 去照明周圍的地方 還是一個很集中的光呢 你一個光纖的光 出來的光通常就很集中 因為它沿著那個光纖方向射出來 是很集中的光 你那個光纖越有 它出來的光點越小了 於是你去照明的時候 你拿著很幼的MAC light 走去那個山洞探險 你會發覺就不太方便 就是類似有這樣的情況 另外就是說 你不同的身體內部 不同的位置 那種器官組織 它那個反射光的能力是有不同的 有些反射能力高些 有些反射能力低些 有些太過反光 於是反光能力程度太高 你什麼都看不到一批 你最好就是希望有些適中的 整個層次的細節很容易看到 所以你要做一個好的規鏡 就是說你去看那件事是什麼 你究竟是看這個耳孔 做耳孔的內規鏡手術 還是做這個長度衛報的規鏡手術 它的光學要求有不同 但是譬如說 有人可能你可能想像未來 如果我想看了心血管 其實現在又沒有一些類似的 微創手術有的 那些心臟呢 你去補心瘤 那些或者通波制的手術 很多時候你是說 是由大腿的位置打一顆東西進去 你不是真的 就是你要怎樣通過心臟 你當然不是直接在這裡這樣拆下去 你很多時候是要找一條主動物 在那裡進去 而我聽過譬如有些保心瘤的鼻創手術 當然那件東西本身 就有能力是幼於你那條這樣的 身體的主動物 然後就把你要放的那件東西帶進去 那就是它如果是再幼一點的管道 再幼一點的血管 或者再仔細一點的身體有些的結構 甚至乎就是你想像到就是 可不可以做到好像一支針這麼小 於是它基本上跟打針一樣 你打一支針 原來跟打了那個內規鏡進去 是一模一樣的效果 然後就把身體裡面的東西看一次 這樣看什麼我不知道 但是我如果能夠做到很幼很幼 令到我的感覺好像打針的時候 似乎這個發明 可能它在未來來講 對於提供新的療法 或者新的餘望疾病的偵測 現在是有用的一個手段 但是當你做到那個規鏡 光纖針頭這麼小的時候 傳統的那個光學的限制給出來 就令到你再不能夠看到很清晰的形象 所以我們現在的技術 你要做到一個規鏡 那個規鏡本身的直徑 小到某一個位置 基本上就沒有用了 就用不了了 我們就需要想一些新的技術 來幫我們去可以在一個這麼幼的針頭 這個規鏡那裡 都可以看到清晰的形象 那現在呢 我們就看到有人去提出一個新的提議 去令到我們可以製造到 發明到一個可以針頭這麼小的內規鏡 那這個是一個光學問題來用 基本上 那這裡就牽涉到光學原理 就遠比我們剛才說的複雜很多了 傳統那個的光學原理 你明白光纖的信號可以轉彎 就是你自己家裡可能用光纖寬頻 那你已經有些東西在用了 然後它的原理就是 它可以成為光源去照明 也都可以成為一個拍攝的鏡頭 它將你反射的光收集回來 然後我將反射的信號分析 就是拍攝回來 就是我看到 What you see what you get 我們就直接看到這個影像 那種看的機制 就是和我們帶個電筒去照明 或者我們為什麼看到月亮 是同一個原理 只不過它反射了其它的光 我們看到上面的影像 看到它的細節位 是不是 怎樣凹凹怎樣打 但是呢 很奇妙的就是說 有一班科學家 它發明這個針頭這麼小的內規鏡的時候 它運用到那套技術 原來是和我們去製造3D全式圖的技術 基本上是同一套東西 那麼它多了那樣東西 其實就是現在台長 你都在畫面上展示了那張圖 其實你會看到那塊好像很複雜的一套 如果是傳統的那個內規鏡原理 就不會有那個叫reference beam的那樣東西 你可以想像就是整個上面A部分 那幅圖就不會有下面的那一套東西 就只有上面camera 然後就直接射去那個內規鏡的那條碗那裡 然後拍攝的訊號就由原路入原路出 但是現在似乎在外面它再加了一個激光的射線源 再將它分拆兩條光線 現在這個 我沒有時間慢慢解釋那個全式圖的原理 也就是它裡面牽涉到運算很複雜 但是現在就是說我不是只是去打一個光 然後直接收回那個反射信號就算了 而是我打了那個光 我收回那個反射信號之餘 我再將它和那個我還沒有打進去那個的光 做一個比較 其實客觀來說的全式圖的原理就是 它就有 於是乎經過我們的光學認識 它就幫我可以更有效來還原回裡面的訊號 而且還要是一個三維的效果 所以在這裡 我們很有趣的 我們基本上那個內規鏡 不是再直接拍一個我們直接的影像 我們似乎是把那個拍攝全式圖的原理 運用在內規鏡那裡 原來法國運用這個全式圖的原理 就可以令到我們在一個更加幼的 針頭這麼小的一個內規鏡那裡 都可以看到一個很清晰的影像 那就是這個發明最重要的地方在這裡 那你結尾可不可以很簡單來解釋什麼叫全式圖 這個 你說的原理 我想我就 這裡容不容許我跳開 才能牽涉到那些光的干涉 散射 還有有些問題的解釋 但是不知道大家在說 二十多三十年前有沒有聽過 我們去拍攝 可以用全式圖拍攝三圍的影像 就是全式圖是一套光學的原理 它可以一次過幫我把那個 三圍的影像 放在一個二圍的平面那裡 然後我把那張 曬上去的二圍的平面那張圖之後 我再將它加一個外加的射線圓 就可以複製一個三圍的影像 就是我們就好像看到 有個錯覺我們回頭的時候 一看到它旁邊 好像看到一個立體的影像 就是這樣是很神奇的東西 甚至乎現在有人想去弄成了玩具 也有一點 就是全式圖這個影像 其實已經有了很多年了 但是將它運用到在這個內規鏡那裡 來將內規鏡做得更精細 我都很驚訝 竟然是說到今時今日 才有人去發明這件事情 好 我們今天四節就做到這裡 但是我們是加了一個環節 就是科學回憶錄 我們下節回來大家要緊緊 就是科學回憶錄 梁錦祥工作室 在這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的年代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拒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鐘仔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